孙颖莎在战张本美和,最后上演那一天操作惊呆全场,马林都笑疯了,说起孙颖莎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,他如今是世界排名第一的乒乓球运动员,他的实力很强,所以今天带大家看一场,他跟张本美和的比赛,这场比赛是双方近期以来的第三次交手,之前孙颖莎都是险胜对方,那么这次交手的结果如何呢?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,比赛一开始,双方就展开相持,张本美和率先取得2比0的领先,张本美和博煞的非常凶,孙颖莎加强防守将比分反超到5比3 孙颖莎的速度很快,诺典也打开大盒,张本美和有点招架不住,孙颖莎很快将比分拉到8比4,张本美和一直在6拧拉来限制孙颖莎 孙颖莎稳住心态,利用正手进攻拿下局点 随着张本美和接球失误,孙颖莎以11比5拿下首局比赛 第二局比赛,张本美和调整状态,率先取得2比1的领先,张本美和的发球变化很多 孙颖莎有点不太适应,张本美和很快将比分拉到5比3 孙颖莎没有着急,主动形成相持后将比分追到5比5平 随着张本美和吃发球,孙颖莎将比分反超到8比6 张本美和将比分追得非常紧,孙颖莎通过发球拿下局点 最终张本美和回球出击,孙颖莎以11比8拿下第二局比赛 第三局比赛,孙颖莎保持上一局的状态,率先以2比1开局 此后一直掌控着场上的主动拳,随着张本美和接球失误 孙颖莎将比分拉到5比2 孙颖莎的正手很强,接发球的质量也很高 随着张本美和根本招架不住,孙颖莎很快将比分拉到7比3 随着张本美和小通过拧拉来限制孙颖莎 但是没有什么用,孙颖莎非常轻松的拿下局点 随着张本美和失误,孙颖莎以11比4拿到7比3 就拿下第三局了 好、今处莎 Bobby prod 密乎莎 武刼莎